大家好,我是Ms.Nillie,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成绩差是否不能去加拿大留学 而学校是否真的活不修 这个视频是讲中小学的,不是学校或学校的 首先,在未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帮忙like,share,comment和subscribe 如果想加入计划的话,也可以去我的频道里加入计划 而上面也有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如果大家想问问题或者跟我聊天的话,也可以放在这个留言 或者是follow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有很多家长或学生都会跟我说 这个是家长 就会说我的儿子,满光雄 会不会来到加拿大就没有学校收,或者报不到学校呢 也有些人就会说,公立学校通常都不收一些成绩差的留学生 然后我有时看到这些留言,或者一些问题的话 其实我都是拗头的,就会说,蛤?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这样想的呢? 所以今天就想解答大家这个迷思 首先,有几点就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加拿大的教育理念 因为始终如果我们说刘学生的话 刘学生就一定是由另外一个地方来到加拿大 无论是从哪里来都好 所以另外的地方的学制和加拿大的学制 而且和教学的理念都是不一样的 在加拿大的教学理念来说 大家要注意几点是跟留学生有关的 或者是跟一些教学理念有关的 第一件事,就是加拿大根本上是没有成绩好 还是成绩差的概念 所以就算你说你100分也好,或者是你50分也好 其实对加拿大的中小学的老师来说 不会说是有什么很大悬殊的分别 当然你说如果我来报大学的当然是不同 但是你说我来入学这个中学 或者入学这个小学来说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这个概念 就算如果你说小学的话就更加 因为小学如果说很小的小学的话 其实是没有分数这件事 只有ABCD 所以是没有什么说成绩好和成绩差的概念 但是我们就有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叫做Add 或者In Risk Student 就是处于风险的一些学生 什么叫处于风险的一些学生 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跟不上的一些学生 比如说一些 虽然我刚才说说50和100 可能没有什么大分别 其实也不是说真的没有分别 比如说他们50和60那些 我们就会说他们一些处于风险的学生 就是变成了他们可能有可能会肥老 或者是有可能会跟不上的 那这些呢 反而在加拿大来说 老师是会特别着重这些学生的 我们会觉得 90分100分那些 个个都 就是他们都搞得怎么样的 不需要说特别去着重的 反而我们会特别着重一些 in risk 或者at risk的学生 但是你就会说 那这样考得好的那些 就没人理会了 那又不会的 因为当你因应一些 in risk或者at risk的学生 去做一些特别的照顾的时候 其实同一时间 一些读得书 就是可能90分100分的学生 其实他们同样都会受惠的 所以变成了不会说 因为你成绩差 或者是因为你分数低 所以就不理你不要你 就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存在 第二样东西就是 加拿大它本身 这个K-12的设计 是不是以这个成绩为本的 他们是以一个出路为本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进去一个K-12 K-12意思就是Kindergarten to Grade 12 他们的看法是以一个 你读完Grade 12之后 然后会去什么出路 而从而去看回你在学校的成绩 是match不match的 所以就算你说你五六十分的话 其实都没什么所谓 最重要是match回你可以做到你想要的出路 就可以了 那我们说什么出路呢 就是说University 就是大学 college apprenticeship 就是一些好像我们所谓的 熊富仔 或者是电 水 整车 这一类型 都是apprenticeship 然后workplay 就是有些 就是有些 就是有些学生 他根本就是没有想过 说high school 读完出来之后 会再读书的 他们可能会直接出来做事 那这些都是不同的出路 那只要你的成绩 是match得回你自己的出路的话 那其实呢 就没有一些成绩好 或者成绩差的一个概念的存在 那第三样东西呢 就是在加拿大 我们看教育是一个right 就不是一个privilege 那什么叫right和privilege呢 意思是教育是一个权利 就是如果你想要得到教育的话 是应该要得到教育 而privilege的意思是 就是说你是要有些人 就是可能有些人比较有钱 或者是有一些能力 才可以受到教育 这件事在加拿大 是不是一个存在的事情 那所以对学校来说 其实无论你的成绩好也好 你的成绩差也好 我们都是相信有教无虑 大家都是应该是得到教学的权利 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 老师除非说我们真的 特别去查的话 如果不是呢 我们都不是很知道 哪一个是留学生 哪一个不是留学生 就算知道也好 对我们的教学的方法来说 都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可能我们会特别照顾一些留学生 因为他们可能父母不起头 不是和他们一起住 之类之类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以这个教学的角度来说 留学生和不留学生 都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视同仁 都是有教母类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有很多家长 这个是给家长留意的 就是international student 和本地生是有不同的差别 什么叫不同的差别呢 就不是在教学方面的差别 就是在资源分配 所以比如说有些人去报名 一些公立学校的时候 他们可能international student 就不可以每间都报 就是他可能整个教学局里面 才可能只有十间学校 你可以报 不是说你想选哪间就选哪间 因为他们资源分配 就是分配了这十间 可以收international student 但是本地生的话 就可能是你住哪里就去哪间 就是没有说知不知 原分配的这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specialized program 就是我们所谓的 比如sports, art, music, ibe, ap 这些全部international student 就没份的 全部都是留给本地生的 但是除了这两样之外 基本上international student 和本地生是一个公立学校 读书的话 就没什么很大的分别 那好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看回这四点 但是原则上 其实公立学校 是不会说他收一个留学生的 但是除非你说你交不齐文件 譬如说你没有guideon 或者是你没有交成绩表 那这些就没办法 那这件事都不是教育局 说不收你 是你自己交不齐文件 那如果不是的话 你交得齐文件 你符合他说你要给一些什么文件 其实公立学校 是不会说他收的 那好吧 我今天就给了三个例子大家 那我就拿了三个最大的 GTA的district school board 那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不同的例子 那有些是有特别的要求的 那有些是没有的 那所以我就逐个逐个去片给你看 那第一个呢 我们就会说这个 York Region District School Board 那好了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 York Region District School Board的 例子 那其实你可以去到它那个 York Region的那个 网址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 有个地方叫做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 可能zoom in少许会更好些 好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里面 其实是有这个 Academic Elementary 或者Academic Secondary 那大家可以在这个 网址玩一下 看看不同的要求 那但是我今天就想看回这个 Admission的 那看回Admission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到 它那个 就是 他们registration开放的时间 那因为我现在拍片的时候 已经是五月尾了 那所以September就已经是完了 那个Admission 那但是仍然都可以 Apply for Second Semester 那但是呢 你可以看回它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要求 那其实我觉得 York Region的要求挺多的 那但是你看回呢 在这里 它就会告诉你 你是需要些什么 譬如说 它要你的 Official Copy of the School Report Card 那然后 然后 要是英文 那通常都是问回你 两年的Report Card 就是今年 和之前那年的 那如果你没有Transcript 都可以 那通常我都会建议 我Transcript 如果是中学生 如果是小学生 其实两年的Report Card 就可以 你不需要带那么多期 你只是带回最后的期 就可以了 就是年尾那份 但是 仍然都是 如果希望 能够可以English 的话就可以拿English 然后 就是Custodian Declaration 就是 要是Parent 要是Custodian 然后 这个一定要的 你18岁以下的话 然后 Copy of Passport 这个也是要的 由Leader of Recommendation 它其实就不是 叫做Leader of Recommendation 它里面有个Form 如果按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它一个PDF 然后 或者Doc 其实它也是问回你 那些Learning Skills 其实和成绩 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 它上班 是不是真的上班 然后 会不会和别人合作 之类 之类 然后 他和这个 就是说 是不是很高分 是不是一定要90分 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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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最少5.5分 但是 除非其他这些东西之类 它都没有什么 说过什么成绩 或者不成绩 但是 另外一件事 就是它一定要有打齐针 在加拿大 它的针 和香港的针 或者是跟其他地方的针 都不一样 所以你也要看回 它的针的requirements 然后再去 这个步 看回 如果可以,又要再去 另一个,要看回 它是否便可以去 它的特殊教育 例如说 如果它是特殊教育 即特殊教育 是特殊教育 又是特殊教育 是特殊教育 含臊病 或是特殊教育 或者是国内藝科 或是游戏教育 都是不行的 但是 例如说 特殊教育 这些问题 他们说的特殊教育 例如特殊教育 就是完全留意 完全不是在一个普通的课室上课,才叫做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 但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是融合教育又去一个普通的课室上课 只不过是某一样东西要support的话,就不属于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 在内的,就要看你的support是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的special education support都不一样 所以就要再跟学校去沟通,或者是school board去沟通 然后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也没有提及过这个分数或成绩方面 除了你说是5.5那个IOS,如果你是apply for grade 12 然后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informations 很好的,他也弄得个网址挺好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有什么availableschool 你也可以慢慢自己玩一下 然后还有些application process 这个我就不再go over 因为不是我今天的最大的目的 因为最大的目的都是说成绩好不好的问题 好了,之后我就会跳去toronto district school board的例子 另外一个我们就会讲这个toronto district school board 这个就是toronto district school board的例子 然后你看回,他仍然都是你去回TDSB的网站 然后再去他们的international student 你就可以看到了,其实他也有很多不同的informations 都在里面的,仍然都是我今天所说的 就是去他那个application process 然后他的application process 他也有说说他要12月到1月, sorry 5月到5月就要报名 或者是8月到11月就要报名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里面也会说有什么checklist 例如我所说的,如果你不交齐文件 就是你的问题,是吧 他会找一些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其实那个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如果你看回,他仍然都是有回到他的website里面 都是同样地跟这个成绩是无关的 他都是问回你,就是说会不会准时上学 或者是会不会打架,会不会控制情绪 控制很好,就是之如此之类的 然后他们不是很着重一个分数这件事的 但是你都可以看到,譬如说custodian paper 或者是两年的report card 如果你是有transcript的话,transcript当然是好 但是school report card都可以的 仍然都是不需要带那么多期的 你总之带回最后的两期就可以了 然后他也有这个,就是他可以看回 如果他在elementary school的话,他是收一些什么 他就会收一个average是要65%的 即是说他私家这样 其实在加拿大,私家 就是代表他是一个average的学生 就是说每个都做足的学生 我们的provincial standard是70%的 就是说我们的省的standard是70%的 所以变成了私家 其实就是比这个professional standard 就是低一点点 然后仍然他都是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那个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它本身是一个表 你就可以自己建设他的网址 然后给老师或者校长填 那就不是说一封信 因为很多家长都问我,要不要找老师或者校长寫信 就不是一个信 是一个form 然后英文ability 虽然说不需要什么英文ability 但是尽量都希望可以有少少听讲读写 如果不是真的很难沟通的 如果你说secondary school的话 那可能都是同一样 都是65% 都是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然后起码最少都会有一个中等程度的英文 然后中等程度的英文 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我说什么instruction 你听得明白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说很厉害的英文 因为我们所谓的intermediate 然后很多人就会很担心 intermediate 就是什么意思 那好了 你也可以看看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information 可以在这里找到 然后说它是怎么去apply 然后它有个school placement 就是说你可以去哪里 然后如果你是elementary school 就要带些什么 但是secondary school 它只是可以 因为international student 是不可以去这个 就是不可以去IBR API 一些specialized program 你只可以去一个regular track的program 就算那间学校里面有其他specialized program 都不关你事 但是譬如说好像这里 这里是它写下所有的 会收留学生的学校 然后他们会给一个school profile来看 还有告诉你 究竟是semester school 还是non-semester school semester school 和non-semester school的分别就是 semester就是 如果在high school来说 就是头半年就会读四科 然后后半年就会读四科 然后加上就会有八科 但是non-semester school 他们会有八科同时读的 有时候他们会有 day one day two schedule day one就是四堂 然后day two就是四堂 有很多不同的学校 都会run不同的东西 比如好像 现在越来越多 都是semester school 但是也有学校 是non-semester的 你也可以看 non-semester school 这样的 这里大家可以在这里玩一下 然后也可以看他们的 Q&A 之类的 然后之后我们就会说一下 这个peel district school board 就是peel district school board international student的网址 就是peel district school board international student的网址 很搞笑 他就不是在一个pdsb 就是peel district school board 自己的网址 那里看到的 是真的要打study and peel 才可以找到 但是呢 你也可以看回 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都是讲回 如何去apply 有些studenttutorial sorry studenttestimonial 然后看回apply now 我们就看回registration procedure 其实都是一样的 不过都很相似 都是step1 你就要apply 然后step2 就是这样 然后其实呢 如果你再看回 都是这样 其实他可能14天 都没有update 因为现在我拍片的时候 已经没有这个14天quarentine 但是如果你按apply today 的话 因为我现在开不了一个 account 所以给不了大家看 但是他也是叫你去开 account 但是如果你看回 他的那个网址的话 比如说program fees 或者是他们那些important documents 或者是about us for our program 之类那些 你都会看到 他是没有什么 说需要一些特别的成绩方面的东西 对比起toronto district school board 有65% 因为我看不到他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暂时 都没有找到 是需要一些 什么成绩 所以我现在都是assume 他是合格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可以看回这里 他有很多不同的 他会直接介绍了 agent给你 或者一些approved agent 你自己DIY都可以的 不是说不可以的 然后他还有accommodations 就是说可以 可以帮你 比如说介绍一些website 给你找homestay 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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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要读一些低翻年班的课程 或者是一些college的预备班 不是一些university的预备班 好了 看完这三个例子 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加拿大整个加拿大 只剩下一间教育局,所以变了你这一间教育局不行的话就去另外一间教育局 你总会有一间教育局是可以的,所以就不会存在一个如果你成绩差的话就不可以你加拿大读书的一个概念的存在 但是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可能大家要接受就是说成绩差的话,他们可能会放了你去一些college的预备班 不是一些大学的预备班,那可能你就要读多一两年才可以转回大学预备班,如果你想去大学的话 那好,然后就好像我之前那样说,其实加拿大不仅一个教育局,譬如看Greater Toronto Area 你现在看到这个是GTA的一个地图,甲仔图 你都可以看到其实这里已经有五个区的了,就有City of Toronto,York,Durnham,Pill和Halton 其实每一个这些区分都已经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教育局,譬如说Durnham就是Durnham District School Board York就是York District School Board,Toronto就是Toronto District School Board,Pill就是Pill District School Board 以及Halton就是Halton District School Board,除了这五个District School Board之外 其实他们每一个里面都是由他们自己的Catholic District School Board 就是他们天主教教育局,就算不计法文的教育局也好,你已经可以在里面 已经运到五个District School Board,再加五个天主教教育局 你有十个教育局可以去Apply做留学生的话,总有一个会收挂 除非你真的说成绩满光红,都说全部零分,真的没什么好说 但如果不是的话,正常来说,你会是合格的,你不要说整份成绩表都不合格 但你说有些合格有些不合格的话,其实都可以去不同的school board试试试试试 那你就会说,这样来会不会很勉强,就是已经成绩差了,还要勉强地去报 其实之前我也有做过一条影片,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说来到加拿大的学生 如果读书真的不适应,可以怎样做,也都说过学校是会怎样帮的 在加拿大,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因为我们是特意去帮一些in risk 或者at risk的学生,那你反而觉得很勉强,但是其实在老师或者学校的眼中 就是一个可能处于一个风险的界线的学生 那对我们来说,就是说我们会更加去support这一类型的学生 所以变了,其实应该这样说,就是说成绩不好的话 是更加应该是有更多的资源去support这一样东西的 那你就会说,那么麻烦,那会不会去思考会不会好一点呢 那其实也有它的好处的,就是思考,所以就要看回你想要的是什么 那我之前就拍过一个很长的影片,一个全功,就是46分钟 那里面就说了不同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或者独立学校 那他们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好处,以及适合什么人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公立学校也好,独立学校也好,或者私立学校也好 就是它是适合某一些类型的人士的,不是说你双一点,或者你双一点 是每一样东西都是适合,又是适合还是不适合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回我那一条影片,我就不会在这里再那么长讲回 但可以看回我这一条影片,就是说会不会适合思考一些,或者适合公立学校一些,之之类 大家都可以慢慢去看,之后有些人就可能会问自己可不可以DIY,还是要找公立 仍然都是那一句,就是说其实两样都可以,两样都有他们自己的好处 我曾经DIY过,我也曾经帮人找过公立 当然我不会做任何的referral,但是两样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好处 所以我之前的很长一条影片,也有说过,哪一类型的,如何可以找人 或者如何可以自己DIY,如果哪一个适合你一些,那你就用哪一个 其实两样都是有他们的适合你的地方 好了,最后多谢大家收看,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赞,分享,留言和订阅 如果想加入我的membership,也可以去我的channel的home page 那你就会见到JoinMember的按钮,或者是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者facebook,所以就多谢大家收看